7月28日的石棚天驚 教授,這個星期香港人很開心 一金一銀 是呀,就是一金一銀 剛剛我們見到今天 我們今朝早 香港時間今朝早 見到何思培 港隊女榮手何思培 在奧運女子200米的自由賽中 創出1分50秒十浪 獲得第二名 晉級決賽 其實銀牌已經獲得了 何思培 也是土生土長 雖然她本身是運血兒 但是在香港讀書 其實這很難得 她跟這個 如果跟這個 張家朗 張家朗比 其實她還是學歷上 更加優秀 鋼琴有八級 證明不用 一定要犧牲學業 去取得運動好成績 因為很多時候 年輕朋友都有這樣的考慮 是 她也是 她其實很小 已經代表香港出戰 十歲已經代表香港出戰 港隊去做 拿到三金一銀的成績 已經是 她是一個很出色的女榮手 現在也是有物資金大學取落了 讀心理學 其實是 犯犯也行 學也行 接著她在音樂上面 也是去供這個八級的鋼琴考試 其實她在這個泳隊裡面 其實她在游泳上面 是屢創佳職的 其實是 但是之前就可惜 就是屢次跟獎牌刷新而過 其實第四 游泳至游泳 真是世界上競爭很激烈 很大 就是你強的臨立 這些是 你可以說奧運主打項目 真是不容易在這裏拿牌 是 所以就是 你看到這個星期 香港人就是沉浸於 這個奧運的喜事當中 一金一銀的喜事當中 你看到 張家朗 這麼厲害 連這個無線的女記者 都禁不住向她視愛 在鏡頭上視愛 拆出這些火花 同時間你看到 我們其他的運動員 都是非常積極向上的 即使是 另外有一個家朗 五家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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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不愉快事件 無端端 批鬥 就被民建聯 民建聯的成員 同時也是 教聯會的副主席 同時間也是 培僑中學的教師 在YouTube裏面 亦都是不斷發放短片 在講通識的 這個叫做 穆家俊 穆家俊 穆家俊老師 連日來 都是飽受 這個 他自己拿來的 說真的 他就說 五家朗 穿黑色衣服 還要是沒有俱費 很失禮 如果你這麼不想代表 港隊出賽 你不要出賽 就先把他老屈 然後 有其他藍絲 就在那裏 加把口 在那裏撥火 就說 為何穿黑色 你穿黑色 是不是黑暴 然後 有些人 就在那裏對比 你看到 反送中的時候 已經有些人 拿著球拍 去打這些 催淚彈 打得這麼厲害 沒有接受過 沒有接受過 那一段時間的訓練 很難做得出 你們肯定 九成是張思朗 吳家朗 這樣也可以 其實是這樣 老屈都可以 你看到這種 老屈的狀況 你還未動搖 起碼未動搖 張家朗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沒有動搖 但起碼就是在公關上面做得 非常之沉著 起碼就告訴大家 這個不關我事 是不是 我也是無奈的 只不過 港協 永總 這一邊 他們安排 有欠周場 因為事實上 就是因為 其實他現在就是 沒有了那個 就是跟之前 Yonix 那個贊助 就終止了合約 現在就恢復自由身 那麼 期間裏面 原來沒有贊助商 是可以沒有俱徽的 其實 這麼大件事 其實我們都現在才知道 這樣的事 但是 正正因為這樣的原因 就令到 五家朗 被批鬥 是不是 你現在看到 阿穆家駿這些 罵完人之後 老屈完人之後 可以當沒事發生 水落石桌 是吧 預祝你 能得到好成績 這樣 這些人真是口臉皮 到無恥都不得了 大哥 你自己在動搖 軍心 還在預祝人家好成績 是吧 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是吧 可以這樣的嗎 所以現在看到 連民建聯也受不了 是吧 民建聯 原本是 帶他出身 跟他一起選的 張國軍 原本也支持他 就說這個泳總問題 是吧 就打算去spin 然後輕輕帶過 就不去交代 穆家駿 老屈事件 但是問題 教聯會也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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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喂 本來是一場運動城市 是 香港運動員 代表香港出賽 我們就好好的支持他 拿不拿到牌 也不是很重要 沒錯 毛澤拉在那些衣服 顏色也是問題 他也解釋了 他們似乎有規矩 人家對手穿淺色衣 於是我就要穿深色衣 不要撞色 不要你又穿黑色 我又穿白色 你又穿白色 我又穿白色 大家有一個默契 對手穿淺色 我又穿深色 深色就沒有很多選擇 不是藍就是黑的 這些是什麼問題呢 我們看到 大家對那種奧運的情緒化 就真的 很有批鬥之心 國內也是這樣 又說 為什麼女排輸了兩場 很難不難 又說他們穿Adidas 這樣就不對 如果你穿李定 安答 輸了也沒有壞 你如果夠膽穿Adidas 輸了也很大件事 那是不是犯賤呢 你之前又說Adidas 是新疆棉 因為新疆棉的問題 其實是得失了你 那時候 我們香港的歌手 你說陳奕迅 正正就是因為新疆棉事件 外國 支持國家 然後跟Adidas 終止合約 搞得現在怎樣 不要幾千萬 即是他自己終止合約 賠錢給別人 哇大哥 原來你竟然 原來國家隊 竟然還穿Adidas 情何以堪 令到陳奕迅 這樣也可以 原來這樣也可以 然後最後 輸球就賴Adidas 這些有沒有體育精神呢 其實說真的 我們經常都說 奧運就是政治還政治 運動就是運動 自在參與 自在參與 講體育精神 我現在在新西蘭 我很欣賞新西蘭人 對奧運的參與感 以及那種精神 新西蘭是一個 五百萬人左右的小國 其實他們的人口 市民很喜歡運動 就是 在學校 各級學校 小學 中學大學 都很注重運動 不過呢 他作為一個小國 就沒有去 花巨款 去購買一些精英 去拿牌的 所以呢 雖然他的國家 很喜歡運動 到現在 成績是普通的 一個銅牌 水肥過香港 但是大家看 國民也很投入去看奧運項目 的 節目的 大家拍下手 自己的隊員出賽 坦白說 都知道他沒有什麼拿牌機會的 但是一樣 慶高采烈 對 拍手支持 輸了 大家覺得 表現也不錯 厲害 那 這種態度 這種精神 是可嘉的 雖然拿牌也沒有了 但是 運動其實就是這樣的 人家真的 全民很喜歡運動的 其實你看看 好像香港 中國 其實很多學校 我們都知道 我以前讀書到現在 都是這樣的 一到中四 中五 很多家長 就叫子女 退出校隊 不要去練習 不要搞 看著會考 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 那些 負責校隊 那些教練 那些先生 那些修士 都很慘的 一到中四 方科 那些家長 都叫 不要制 就算國內都是這樣的 一到高二 高三 大家都說 很重要 補習 要考得好成績 雖然 當然 會花巨款 加很大精神 去培養精英 老實說 這些金牌 和各個國家 整體國民 是否熱愛體育 是否注重體育 是否很喜歡 鍛鍊身體 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不一定有關係 其實 你說和人口 是否成比 大國會比較威風 在體育上 你知道 奧運場合上 那種國族主義 往往是很厲害的 其實是 那 所以 尤其是 如果你說中國 一個這麼大國 俄羅斯 從來都是奧運強國 很多時候 你們會看到 他內宣 大陸的內宣 都會借奧運金牌 來展現自己的國力 一個最好的機會 但是 張家朗就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 我們人口這麼小 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原來我們都可以很厲害 我們都可以拿到金牌 不僅是香港 是吧 你一山環有一山高 同時間 如果你說香港小 香港亦都不小 相對於香港來說 今年其實也有另外一個國家很足目 就是百慕達 百慕達人口多少 11萬而已 是吧 在英國的外領地 如果你說他國土面積只有71平方公里 是吧 大佬 小成這樣 是不是兩三個尖沙咀那麼大 差不多是這樣的 其實 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人口這麼少 但是他在這個三項鐵人賽 大佬都拿到金牌 是吧 真的很厲害 這個杜菲 拿到這個三項鐵人唱的金牌 雖然他的年紀也不輕 雖然他的年紀也不輕 其實他和張家朗一樣 即使他自己本身 也不太順利 曾幾何時 張家朗也告訴你 跌出過十六強 昨過一段時期 在西朝中 喊過 終於肚皮羊未拿到金牌 不一定告訴你 一定是國家 因為國家的榮耀 背負國家的很大的期望 所以一定要拿金牌 這些純粹是個人的堅持 張家朗就告訴我 總之不要放棄 我們堅持自己的夢想 都可以成功 另外 他這一方面 同時間 如果他這麼努力 去做的時候 你作為其他 香港的一員 是否應該很支持他 是否應該是 如何說 幫他打氣 這個很重要 好過你 在暴風捉影 抽後腿 扯後腿 因為一件黑色的衣服 然後就無限上綱 你作為運動員 如果要背負這些政治壓力 你還怎麼可以全程投入去做賽呢 是否 是否 那就是這種 奧總之 奧總之 奧運 下個禮拜 再下個禮拜 都還可以說 但是 星期二 第一宗 國安案 真的 真的很短目 這就真的很短目 我覺得 就這樣說 雖然 如果你說這兩天 我們很開心 也好 千萬不要忽視 這個 國安第一案 就是唐英傑案 唐英傑案 其實 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的 七一 因為他反對國安法 有些人零碎在灣仔裏面示威 而他當時 亦都在這個灣仔裏面 在這個洛克道那邊 就是騎鐵馬 就是騎著他自己的電單車 就是因為插著兩枝 光復香港時代代革命 就是衝破了這個警察的防線 有三位警員受傷 正正一件這樣的案子 就是被控告三項罪行 第一 就是兩條 就是 國安法的罪行 一個就是 意圖煽動分裂國家 這個 還有就是 這個叫恐怖襲擊罪 另外就是 一條交替控罪 就是危險駕駛 正正就是進入這兩條 不用進入危險駕駛 那麼輕 香港人 最關心當然就是 這個煽動的問題 沒錯 就是 我們見得到 在法庭審訊的過程中 報道 有關這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意義 怎麼解釋呢 就真的 很吸引人注意 因為事實上 大家都知道 2019年6月 那兩次大遊行 一百萬人 二百萬人上街 喂 大家都叫過這個口號 至少 至少二百萬人都叫過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如果這個口號是違反國安法 為什麼二百萬人都被人起訴 嗯 我們就看到 法庭就採出一個很合宅的歷史的解釋 這位 嶺南大學劉志鵬教授 他解釋得很尖銳的 光復就是恢復以前 喪失了被敵人的國土 這樣解釋光復 那革命呢 當然就說 推翻現行的社會政治秩序 兩樣加起來都很大罪 我們看到辯方的專家證人 就是李立峰教授 李定義教授 他們就相當學術性地說 他沒有說劉志鵬錯 他只是說 這兩句口號 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可以有一些溫和的解釋 譬如說革命 一個重大的改變都是革命 我們都經常說 技術革命 光復可以說 恢復以前的美好時光 但是我們看到法官 就用了劉志鵬教授的解釋 但是我們也 為什麼國安法這麼吸引人注意呢 因為香港人真是害怕 國安法首先是由指定的國安法法官審的 沒有陪審團的 已經是跟我們過去很熟悉的普通法 香港的法治精神底下的措施是不同的 國安法 而且就是 一被起訴 這些被起訴者 有罪沒有罪都好 都很難申請保釋的 即是先要被拘壓幾個月先 而且國安法說 可以拿去這些有關案件 可以拿去國內審的 如果被判刑 可以叫你在國內坐牢 加起來 即是嚇死人的 香港人真是聽見 我有沒有叫過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有 會不會都中招 所以就真是 嚇都嚇死人 於是也很吸引國內外 媒體的注意 大家也很關心 對香港現在的言論自由 是不是有很嚴峻的影響呢 所以我們特意覺得 這件案是值得我們今天談談的 這個理解就是 這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究竟你怎樣定罪 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你怎樣把它定義 計而定罪 那個處理手法 合不合理 是不是有沒有保障香港人 有沒有平衡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普通法的做法 一般來說 一定要平衡人權 如果你說他有犯罪 他也好 你究竟有沒有平衡 他自己本身 他持有的人權 在法庭上有沒有討論到呢 你一味就在重視 一味就在重視 這個所謂專家證人 劉志鵬教授 他自己本身 另外還有兩個專家 你也不聽的 是啊 廣州 你講的歷史條件 那個已經是非常離開 其實跟香港人來說 如果我們講 context 你有沒有犯意 究竟你有沒有犯罪的可能 還有沒有犯罪的效能 有沒有煽動的作用 這三件事 我都要充分考慮 現在當今社會的環境氣氛 以及你現在的背景 其實是 你說 唐英傑 他拿著這輛電單車 是為脅迫中央政府 或香港政府 或威嚇公眾意圖 實現政治主張 實施或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 喂大哥 然後又說 他自己本身是煽動他人組織 策劃 實施 或者是參與實施 只在分裂國家 破壞 國家統一行為 這兩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牽強 首先 現在你說 他那個 叫做 恐怖襲擊罪 恐怖活動罪 你說脅迫中央 以圖實現政治主張 脅迫政權 以圖實現政治主張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進去的話 他怎樣脅迫 他拿著電單車 你說他 衝進警方防線 是一個脅迫中央的行為 因為他 你說他那兩個 兩個口號 即是港獨 如果你說什麼脅迫的話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什麼叫脅迫 大哥 你說恐怖罪行 你說恐怖襲擊 你同時又說脅迫 通常我們理解的恐怖襲擊 如果你要脅迫的話 尤其說到脅迫的話 即是一定有廣訴過程 廣訴過程就是 你現在有一個人質在手 這個人質就是這三個警員 你不讓我港獨 我現在就要把香港分裂出去 如果你不讓我港獨 我就衝過去 這樣 這個叫脅迫 現在有沒有這樣的脅迫過程 才行 我問一下你們 你們三位法官 我想 香港人 經常都會在這些問題上提出 這個問題 就說 喂 香港政府有三萬多精英警察 喂 怎麼會怕別人脅迫啊 就是啊 中國更加強大 中國經濟又強大 黨又光 英明神武 我們遲些再說 最近中美談判 中方表示 喂 我們的政權 時時都有90%以上的民眾 是支持的 滿意的 嘩 這樣的政權 怎麼怕別人脅迫啊 時時都有90%以上的民眾 又滿意又支持 是啊 竟然怕了電單車 你說這麼好笑 但是 喂 香港人就覺得很脅迫 大家也看到 蘋果就倒閉了 嗯 香港電台現在就放棄了論證的角色了 大家做香港新聞署的角色了 我們看到這幾個月就很多公民社會的團體啊 著名的論證人士啊 包括前高官王永平啊 這些都說 喂 論證呢 一來就很危險 二來就沒有什麼意思 唉 我都收聲收筆 總之不敢鬥你了 唉 喂 無辜的還有一些老師啊 有很多老師都覺得 現在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政治正確的問題 我一是就不懂 一是就不敢碰 於是我們就看到很多教師辭職 小部分 有少數就移民了 搞到呢 有些學校都 哎 叫救命 有老師方 突然間很多 很多教師辭職了 9月 齊不齊人腳 兩旁都吃問題 真的很簡單 這些脅迫呢 就清楚了 很多人覺得被脅迫 不正是一提 就閉嘴 先生就不敢去教書 哇 很多團體就說自己 撿了去了 或者不再活動了 嗯 很簡單的嘛 喂 張家朗雖然他自己 是贏到這個 奧運金牌 他也是英華的校友 喂 他自己所屬的英華 之前都被傳出過 大量教師辭職啦 是不是呀 那所以你說 就是你在同時間 就是 雖然我們 哇 隔了二十幾年 我們再拿金牌也好 喂大哥 你今時今日 就是是不是可以 真的做到一個 長遠振奮人心的作用呢 是不是 我們奧運金牌 還是純粹是一時之間的麻醉呢 是不是 作為香港人來說 我覺得 唯一 唯一 大家 大家 很有感觸的 就是現在香港都是低潮 低潮 唯有死頂死撐 到過危機 到過低潮 終於有一天 拿回金牌 這個就是 張家朗給我們的啟示 是啊 尤其是你 如果你說言論自由的問題 言論自由很大問題 因為你現在 你是不聽其他 除了 劉志鵬教授 他自己的一面支持之外 他這個所謂專家證人 一面支持之外 你 去將那個叫做 泛義 和那個 港獨的意圖 就是你屈了下去 唐英傑那裏 唐英傑本人 你現在說到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就跟這個 港獨完全相關 警察又說 你通常看到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那個口號 都會有人叫 香港獨立 如果是這麼相關的話 唐英傑他自己 Facebook裏面 他自己有沒有說過 港獨言論 找不找到 找不找到 你沒有 其實如果你說 在法庭上 也舉證不到的時候 那是不是很大可疑 其實是 就是 現在你這樣進去 就說 他知道 他自己說這個 說話的作用 有分裂國家的意味 然後 同時間 又說 他會做一個示範作用 是令到 是煽動其他人 都會分裂國家 大哥 就是為什麼 我們平時 尤其是處理 這麼大罪的案件 要陪審員 因為陪審員要參與其中 他要知道你這個專家證人說的話 合不合理 得不得到他們認可 陪審員的作用是什麼 因為他們來自社會裏面不同的階層 他們做的決定 是代表了社會裏面 認不認同的 你這些說法 你又不是 你三個法官一刻作用 陪審員 就是說 在社會的 各界市民中 找個樣板 這個樣板 抽籤出來 就代表市民 是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看到這個案件 辯方的專家證人 就沒有說自己適合了 辯方的專家證人 主要說 這兩句話 可以有很多解釋 劉志鵬教授的解釋 不是錯 只是其中一個解釋 那你現在 就定於一尊 他就是唯一的解釋 那真的不是的 大家都知道 200萬人上街 2019年6月 大家對這兩句話 都有不同的解讀 很多市民都可能會覺得 所謂光復就是 我們以前香港很好的 有個美好的時光 這就是李永維說的說法 可以回到以前的 大哥 你說時代革命 我們都希望有個大轉變 扭轉過來 大翻身 是不是 那你又不是 你說只有一個 意思就是說 鄭宇錫好 曹家超好 你們那天上街 你們那天叫這個口號 那就是只有一種解釋 你就是想推翻這個 現行的社會政治秩序 不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難怪大家都覺得 那還怎麼論證 是呀 是呀 收口 要封密 是呀 是呀 現在剛剛書展 剛剛開完 最近開完書展 這個次文化堂社長 也是這樣說 華為這次書展出版界都很擔心 有很嚴峻的自我審查 彭次銘這樣說 彭次銘搞了很多年 你知道 其實如果你說 他自己本身都是推出的 政治書 或者諷刺 就是那些政治漫畫 那些書籍 其實他都有推出的 那麼今年都不敢推出 是不是 喂大哥 就跟大家說 就是說 挺起腰骨 是吧 做個讀書人 就是純粹是這樣 最多都是 是不是 如果你說政治上敏感 就是現在都不敢多說 是不是 你每次找個專家證人 老屈 那還得了 是吧 就是你不要說什麼 就是你昨天同時間 你也有另一宗案 喂 看中國的記者 無論你怎樣說他 是不是有法輪功背景都好 他純粹是拍到 是吧 梁建輝案 那之後呢 你現在說他搜證 你現在說他叫他協助調查 好像當他犯 那樣 又是入屋搜查 然後又收他的護照 那算怎樣呢 其實是 是不是因為 你現在看到那些藍絲 文匯大公 在那裏質疑他 為什麼是法輪功 為什麼每個人都拍不到 只有你法輪功 拍到 然後 就這樣來對待他 然後當他疑犯地看待 合不合理啊 大哥 你看到記協現在 就是騰騰鎮 你令到現在的記者採訪 會不會有顧忌 你還有沒有新聞自由 一個唐英傑案 在那裏抹殺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一個梁建輝案 就在那裏抹殺香港人的新聞自由 即是說真的 所以其實你現在 即使你奧運拿什麼牌都好 其實不值得我們開心很久 說真的 難怪也出現一些 學倒彩的事件 是 曹總 我們最後也要談談 中國的副外長 謝鋒 由7月26日上午 以及接著 都見到美國的副國務卿 謝曼 Wendy Sherman 這位副國務卿 見完謝鋒 亦都見到外長王毅 見到外長王毅之前 其實你見到 中國都是展現一種 租高高在常的姿態 向美國訓話 謝鋒 雖然他自己是 外交部副部長 排第五 即是 事管中美關係 事前 其實也有些 小風波 你看到很多外媒都在說 美方 就不喜歡 你找謝鋒來接打 因為他的官階 官階不夠高 是吧 最後你見到 就是中方 派了外長王毅 一起去見他 那 謝鋒見他之前 就已經是 下馬威 那 怎樣呢 即是在這裏說 美國 動節 就在這裏拿中方 在這裏說事 是吧 整天在這裏拿中方來講 扯不上中國 就好像做不到事 講不到話 中方就敦出美方改變之前 極其錯誤的思維 以及極其危險的對華政策 美方的競爭合作對抗的三分法 是壓制打壓中國的掩眼法 對抗壓制是本質 合作是權宜之計 競爭是話語陷阱 這就是針對拜登政策 尤其是 國務卿布林肯的說法 需要的時候就競爭 不是 這個需要的時候合作 是吧 競爭的時候就競爭 是吧 就是和這個對抗的時候 就應該對抗 這樣 那現在你中方就覺得 那我覺得呢 嗯 中方呢 真的有一點點 佛洛伊德式的反應 那嚴格來說 如果要從一種 現實主義的角度去看外交呢 那各個國家都是這樣 可以合作 就合作 就是如果這些合作對我有利的 那當然是合作 這些合作對我沒有利 只是對你有利 那就不合作了 嗯 如果你是自己佔有優勢的時候 那當然是惡死一些 不妨也採取對抗 那至於競爭 那的的確確都是一些話語的陷阱 就是我和你正在鬥爭 那我當然不要意思說鬥爭啦 或者爭霸啦 其實 就是爭做一哥啦 那我們就說競爭啦 那這些都是很正常的 沒有什麼不妥的 那你看看中國怎麼做 它都是這樣而已 嚴格來說 從意識形態來說 難道中國會覺得 美國是可以長期合作 肝膽相照的夥伴嗎 喂它是資本主義一哥 你搞社會主義 那怎樣肝膽相照呢 怎樣是長期合作呢 其實中國有些 中國難道不是採取這種態度嗎 我們見得到 就是中國不讓美國人入境 就說這個主權 我不讓誰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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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權 人家不讓你那些留學生 去學習高科技 你就說 喂喂喂 怎可以不讓人入境啊 這樣不對啊 哇 就是有得合作 可以權宜合作 老夫爺都合作啦 是不是 是啊 當然啦 這個其實是現實政治的 這個ABC來的 政治ABC 尤其是國際政治 就是很現實主義的 坦白說就是 那只不過就是 布林肯說得這麼白 就是等於簡單來說 三個字就叫做 普普青 是不是 那大問題就是在於 就是你現在你美國 就算尤其是 這個 這個拜登政府 其實跟你說 就算合作 主要他的亮點就是 在這個環保上面合作 這個減排上面合作 對 日後變化 或者北韓問題 都可以談一下 對 這些 這些合作 就是 這裏也是解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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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在阿拉斯加 Encourage 談完 現在又在天津談 都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 大家呢 還保持著 就是保持著 談判的大門 有些事情能夠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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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談咯 又不要生死的大門 那 這個美方也都說得 Sherman也說得很清楚 中美關係 需要一度互難 也不想 泰國呢 是 嚴峻地惡化了 就好像以前 美蘇冷戰時期而已 就是 不想 嚴重惡化 都要打仗上來 真是開戰 那就不想了 大家維持這個 討論 對話的門 打開 這個也解釋到 為什麼中國 對美國 又 表示對拜登 完全沒有幻想 黃毅和謝峰 沒有幻想 為什麼還要談呢 也是這樣 是吧 避免嚴峻地惡化 看看有什麼可以談到的 就可以談咯 嗯 即是說真的 你現在看到 你可以預期的 中國是一個這樣的國家 威權獨裁國家 你對我 一定要表示自己的強勢 尤其是對著美國 當今最大的一個假想敵 他自己說 美國將中國做假想敵 其實自己就當美國是假想敵 所以其實你看到 其實他現在 即是就算他 即是中國 我們說外交 經常說 有要說類子 也都要說 這個面子 面子就是你怎樣 喂 你當跟這個美國 一起對談的時候 你當一場鬍子 不可以 就是說是人以弱 那你先大內宣 才可以做的嘛 即是等於就是說 上次黃毅啊 即是走去阿拉斯加 和布林肯 他們做了一場鬍子一樣 你現在又是 又是一模一樣 其實只不過 你現在轉了自己 主場是天津 那樣的意思 是嗎 即是你又是叫人來 跟你對話 但你又教訓 人家一頓 當然 你桌底下 我們說這些 我們不知道 但是 就是 你見到 現在出來的結果 就是現在 對話出來的結果 就是不歡而散 其實是 那就是你見到 就是中國 從頭到尾 事實上 是 你表現都很強勢 是吧 就算黃毅 你見完 Wendy Sherman之後 都還在說 提三條底線 是吧 就好像自己 是處於一個上風 那樣 不得挑戰底位 甚至試圖 顛覆中國 特色主義的道路 和制度 即是說 我國體你不可以挑戰 挑戰都算 不可以抵毀 你唱衰我不行 試圖顛覆 即是你反共 那樣 好像以前蓬佩奧 那樣 抵毀都不給 哇 惡了 第二 就是不得試圖 阻撓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 怎樣為之阻撓 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 其實都要說得很白癡 例如不給 那五百幾個留學生 去美國學高科技 那為什麼要依賴別人呢 是吧 你中國要靠自己 因為你的內循環 核心技術要靠自己 因為習近平自己都說過 是吧 你現在就是叫別人不要去 叫做脫勾 這樣 是吧 第三 就是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 更加不能破壞中國領土完整 就是這兩方面 就是 以外來說 就是 橫觀點來說 就是台海 以及南海 就是侵犯中國國家主權 或者領海 破壞中國領土完整 這就是講新疆西藏 以及 這個 香港台灣 對 香港 香港問題 就是台海 其實這個是比較國際化的問題 就是你現在講的就是 他講的嘛 新疆西藏 香港的問題 就不是人權問題 是這個什麼呢 是主權問題 不是民主人權問題 是反疆獨 反藏獨 和反港獨 是王毅講的 是吧 如果你講到這樣的話 其實沒有話可講 是啊 那就是說 你說 不能夠打擊中國的 或者批評中國特質的社會主義 或者批評中國特質的社會主義 中國領導人 經常都講這一句的 其實就是 我們是不怕批評的 是 就是你怎麼罵我 我都不怕的 我們中國這麼強大 這麼穩定 你就罵咯 我們一向都不怕罵的 那 那時候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 經常都講這些說話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突然間 批評都不行呢 就是 譬如很典型的就是 美國國務院 每年都有一個各國的人權報告的 那中國當然很不服氣 覺得有心對中國 諸如此類 那實際上 他各個國家都有一份的 那中國就自己出一份人權報告 那就是美國的人權報告 那我又罵你 這些都是很典型中國的做法的 甚至你在香港親中陣營 都是這樣說話的 就是 你一批評中國人權 就是我們在香港 以前的時事節目 民主派的人士批評中國人權 他馬上就說 喂 美國很壞 美國你猜美國很好嗎 美國怎麼壞 怎麼壞 怎麼壞 那這種說法 似乎就是 美國好不行呢 就是 中國好不行都沒有問題 那美國人權都是這樣壞 那我們怎麼壞 那有什麼所謂呢 那我通常的答案就是 喂 人權最好的地方呢 當然不是美國 我都不覺得美國很理想 最好的地方 好像瑞士啊 北歐啊 那些瑞典挪威啊 或者新西蘭啊 那些小國 那我們可不可以 以此為標準 向他們看齊啊 還有最明顯 最最明顯的就是 美國怎麼不好都好 人權怎麼壞都好 喂 各個發展中國家的精英 都很想去美國讀書 很想去美國發展 包括我們強國中國 那麽多精英 個個都想 將子女送去美國讀書 跟著老婆啊 財產都去賣 那你怎麽解釋啊 我們見不見到 全世界的 各個發展中國家的精英 個個都想來中國讀書呢 個個都想來中國發展呢 個個都想來中國發展呢 個個都想把老婆子女 財產拿去中國呢 不是嘛 那你怎麽樣 你怎麽樣整天都說 你批評我們人權嗎 你看看你美國自己 你還幾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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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 有沒有一些檢討啊 有沒有一些反省啊 有沒有一些 就是 應該怎麽樣搞好中國的人權的想法呢 畢竟搞好中國的人權 都是中國人 首先得益 是呀 是呀 這個事實是呀 那所以就是 如果你說講這個國際形勢來講 尤其現在習近平 他這個 國際形勢複雜多變 是吧 八年未有之大變局 那所以你見到呢 就是中國呢 全國上下 都是要非常之對外 非常之強硬 那就是 沒得說的了 是不是 就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制度 你都不可以動搖的 所以 他說 對美國對拜登沒有幻想 那這個真的很現實 但事實上呢 大家都明白 你今天看中美關係呢 就是 主要的因素呢 就是 過去十年 或者多一段 多一些的時間呢 美國人對中國呢 就真是他沒有了幻想 是的 雙方都沒有了幻想 以前美國非方國家呢 就會覺得 透過接觸政策 engagement 那就是 會改變中國 啊 中國經濟發展起來呢 有個很龐大的中產階級啊 那自然會走上 自由啊 法治民主的道路啊 那 就是現在別人對你沒有了幻想 那自然呢 就對中國的路線呢 對中國的政策很強硬 所以呢 啊 中國領導層 對拜登沒有什麼幻想呢 是正確的 啊 的判斷來的 因為美國的民意已經很清楚了 是 你特朗普做總統好 拜登做總統 下任 誰做總統好 就是這個結是打不開 人家對你呢 是再沒有什麼幻想 嗯 不覺得呢 你會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道路了 是 那所以就是 就是 你說中西方 不是說中西方 不是說中西方 之間的分歧呢 只會越來越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好吧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 那下個禮拜回來再見了 好 交流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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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